上期节目,我们说到,薛定谔他用一个巧妙的思想实验,就把看不见的微观世界的量子效应放大到我们的日常世界,用荒谬的又死又活的猫来攻击量子论。 同时,哥本哈根解释,没有办法定义观测者,人观测可以造成波函数的坍缩,那么猫观测为什么就不行呢? 沿着这条路往下走,我们就会和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类智能意识纠缠不清了。 还有,坍缩也是对于实验结果的强行解释,这并不符合薛定谔波动方程的演化方向。 那为了解决上述的麻烦,物理学家们就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多宇宙理论。 真实的宇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理解的极高维度的存在,它严格地按照薛定谔波动方程的演化。 而我们所观察到的一切呢,其实是这个真实宇宙在我们这个低维世界的投影。 薛定谔方程,每一个可能的解就对应了一种投影,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在某个世界真实的发生了。 那哥本哈根解释和多宇宙谁是真理呢? 检验的方法竟然是一个更加疯狂的量子自杀实验。 在人则原理的支撑之下,如果多宇宙理论正确,那么作为主观的我是没有办法被杀死的,我总是能够活在我必然活着的那个宇宙当中。 但是,实验的结果只对我自己有意义,多宇宙没有办法相互干涉,就算我知道答案,我也没有办法将它公之于世。 讲到这里,我已经感觉脑洞开得比我自己的脑袋还要大了。 今天,我们还要聊量子论当中的最后一个奥义,量子纠缠。 故事还是要从爱因斯坦他老人家说起。 之前我们就讲,爱因斯坦坚决捍卫经典物理的世界观,从量子论的奠基人变成了其反对者,两次在索尔维会议上和波尔互掐,可惜都落了下风。 爱因斯坦就发现,看来这个量子论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于是他调整了策略,不再说量子论是错的,而说它是不完备的。 之所以我们会看到量子系统表现出的不确定性,那是因为还有隐藏的变量,我们没有发现,没有掌握。 比方说,我们看到赌场里置骰子,点数是随机的,但其实呢,背后是有一位武林高手在用气功控制着骰子的点数。 我们功力太浅了,肉眼凡胎,发现不了这个武林高手,所以才觉得骰子是不确定的。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把他给考虑进来,那就没有什么随机可言了。 这个躲在背后的武林高手,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影变量。 找到他,那么世界就不再是随机的,而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 在两次失利之后,爱因斯坦准备提出第三次的反驳。 这一次,他找来了两位帮手,都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一个叫做波多尔斯基,另一个叫做罗森。 连同爱因斯坦,三个人姓氏的首字母分别是EPR,所以他们为了论证量子论,不完备性所提出的这个悖论,就叫做EPR杨谬。 那怎么理解这个EPR杨谬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喻来简单的描述一下。 同学们想象一下,有一双手套,那既然是一双手套, 肯定是一左一右嘛。 现在,我把两只手套分开,一只寄到北京,一只寄到上海。 我寄出的时候,没有注意,我自己都不知道哪只手套寄到哪里。 但是,按照我们的生活常识,手套在寄出的那一刻,是左是右,就已经确定了,对吧? 虽然我不知道,我没注意,但是上帝他老人家,一定是知道的。 可是,量子论对此不是这么认为的。 听过之前节目的同学,就很清楚了, 量子论认为,寄出的两只手套是不确定的,是处于左右的叠加态。 只有寄到北京和上海之后,在打开盒子的那一刹那,才能确定它是左还是右。 可是,别忘了,这两只手套原本是一对。 这就意味着,当寄到北京的盒子被打开,看到是右手套的那一刹那, 上海的那个盒子呢,就算没有打开,也已经决定了,里面装着的,必然是左手套。 到这里啊,问题就出现了,一只手套的确定,决定了另一只手套的左右, 那如果两个箱子离得非常非常远呢,远到一个在火星,一个在海王星, 那发现火星上是左手套的一瞬间,海王星上盒子里的手套, 就从左右叠加态,坍缩为右手套了。 关于左右的信息,是如何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之间,瞬间传递的呢? 按照相对论,任何信息的传递速度,都不可能超过光速。 那么这个超距作用,它怎么解释呢? 一个盒子打开,怎么决定另一只手套的左右呢? 因此,爱因斯坦提出质疑,只要我们还承认,宇宙当中不可能有超光速的信息传递, 那么这两只手套,就一定是在寄出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 只不过,在寄出的时候我们没发现,所以才在打开盒子的时候,大惊小怪。 这就是所谓的EP2扬谬。 什么叠加态,什么不确定性,都是不完备的解释。 我们要去寻找那背后的影变量,等我们找到了, 就会发现,世界还是符合经典物理规律的。 爱因斯坦在发表了EP2扬谬之后, 引发了物理界热烈的讨论。 为了解释这个悖论,量子论的支持者提出了一种比叠加态更加奇妙的量子性质, 叫做量子纠缠。 就用手套来理解,因为手套是一对,所以必然是一左一右, 看到一只是左,另一只不用看,也就知道它肯定是右。 它们两个有高度的相关性, 这就叫做两只手套处于纠缠态。 在微观世界当中,比方说,一个基本粒子π借子, 它的角动量是0,在衰变之后就会得到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 这个时候,两个新的粒子就处于纠缠态。 因为角动量守恒,这两个新的粒子中, 一个角动量向上,那另一个则必然向下, 它们两个肯定是相反的。 但是在观测之前,没有人知道哪一个向上,哪一个向下, 两个都处在上下的叠加态。 波尔就认为,爱因斯坦的质疑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杀伤力, 因为它是用经典的物理视角来看待手套的。 当两只手套分别寄出去之后, 在经典物理看来,当然应该被看作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 但是,我们现在站在量子的角度,就不应该这么看了。 手套在寄出去之后,在被开箱观测之前, 都必须被当作是一个整体。 就算这两个箱子被各自寄到了宇宙的两端, 也依然是一个整体。 这并没有违背相对论,信息不能超光速的设定。 那有人还设想,是不是可以利用量子纠缠来超距离的传递信息呢? 假如,我是三体人在地球的内应, 地球和三体星距离四光年, 我们事先将两个处于纠缠态的粒子, 一个放在地球,一个放在三体星。 地球上的粒子状态为1, 那么另一个状态必然为0。 我们商量好了, 有我在地球发起起义, 1表示我成功了, 0就代表我失败了。 这样一来, 不就可以让信息跨越四光年的距离, 瞬间传递了吗? 同学们可以想一想,能不能做到。 听起来是不错的, 但是别忘了,量子还有个该死的叠加态。 虽然两个粒子相互纠缠, 就算我革命成功了, 我来观测地球上的粒子, 它不一定就坍缩成0。 如果它坍缩成1呢? 另一边三体人收到的信息, 那就是0。 我不就传递了一个完全相反的错误信息了吗? 所以说, 量子纠缠并不能够超光速传递信息, 它并没有反对相对论。 爱因斯坦在提出EP2扬谬之后, 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一个叫做贝尔的英国物理学家, 他是爱因斯坦的忠实追随者, 他也不喜欢哥本哈根解释当中的随机性和概率, 他赞同爱因斯坦的影变量理论。 那经过研究呢, 贝尔提出了名锤千古的贝尔不等式, 这个贝尔不等式的数学意义和推导,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 主要是我也不懂, 说也说不清楚, 我们只需要知道, 它的出现, 让实验验证EP2扬谬和量子纠缠成为可能, 它能对我们这个宇宙的终极命运, 做出最后的裁决。 一直到1982年, 一位法国科学家所领导的科学团队, 第一次做出了比较完整的关于贝尔不等式的检验实验, 它的意义甚至可以和之前我们说过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相提并论。 这个时候, 爱因斯坦和波尔早就已经离开人世了, 如果他们两个神灵不昧, 一定在天国注视着这场实验。 最终实验的结果, 完全符合量子论的预言。 爱因斯坦认为, 存在所谓的饮变量, 量子纠缠不存在, 但是实验的结果却证明, 两个纠缠的粒子哪怕远在天边, 也保持着高度的相关性。 而就在不久之前, 2015年的10月份, 在荷兰, 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 对贝尔不等式的无漏洞验证实验。 他们把两个金刚十色星, 放置在相距1.3公里的实验室里面, 并以高达96%的测量效率, 检验了二者之间的纠缠。 在严格的条件之下, 量子论仍然胜利。 我们最后的一丝怀疑, 被彻底地消除了。 此后, 贝尔不等式正式更名为贝尔定律。 贝尔不等式, 并没有像贝尔所期待的那样, 斩断量子论的光辉, 反而是击碎了爱因斯坦所执着的 关于经典物理世界的梦想。 暗淡了刀光剑影, 远去了骨脚争鸣, 爱因斯坦和波尔长达半个世纪的论战, 硝烟散尽, 量子论笑到了最后。 只可惜, 爱因斯坦和波尔早已作古, 如果他们活到今天, 不知道他们会表达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似乎听到在那遥远的天国, 那段经典的对白仍然在不断地重复。 波尔, 亲爱的上帝, 是不会置骰子的。 爱因斯坦, 你不要去指挥上帝该怎么做。 现在, 我们可以狂妄地用尼采的方式来宣布, 爱因斯坦的上帝已经死了。 我们的故事, 讲到这里, 也就接近尾声了。 通过这九期节目, 我们一起看到了, 量子论从诞生以来, 经历了无数的风雨, 就连爱因斯坦, 薛定谔, 这些最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都曾经向他猛烈地开火, 试图从根本上颠覆他, 但这, 却让量子论的光辉, 显得更加耀眼夺目。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 量子论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理论, 它不仅超越了麦克思维的电磁理论, 甚至还超越了牛顿的经典力学。 它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 都引发了更多的技术革命, 核能, 计算机技术, 新材料, 能源技术, 信息技术, 等等等等。 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 哪个世界最深刻的影响了人类社会? 毫不夸张地说, 既不是两次世界大战, 也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 更不是联合国成立, 女权运动, 或者是人类探索太空等等, 都不是, 而是量子力学的创立和发展。 许多人喜欢比较二十世纪齐名的两大物理发现, 量子论和相对论, 争论它们究竟谁更伟大? 其实, 所谓的伟大, 往往是不具有可比性的, 正如人们争论李白和杜甫, 莫扎特和贝多芬, 罗马帝国和大汉王朝, 谁更伟大一样? 但是, 如果仅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是的, 量子论更加地有用。 也许, 我们仍然不能从哲学意义上, 去真正地理解量子论, 但它依旧无可限量, 虽然我们有时候, 还会偶尔怀念经典的时代, 怀念那些因果关系一丝不苟, 宇宙的本质简单易懂的日子, 但这也仅仅只是一丝怀念罢了。 就正如电影《乱世佳人》开头, 不无深情地说, 曾经有一片属于骑士和棉花园的土地, 叫做老男房, 在那个美丽的世界里面, 绅士们最后一次风度翩翩地行礼, 骑士们最后一次和漂亮的女伴同行, 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主人和他们的奴隶, 而如今, 这是一个只能从书本当中去寻找的旧梦, 一个随风飘逝的文明。 虽然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 但是人们依旧还是会歌颂北方人最后的胜利,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大的力量, 更多的热情, 还有对于未来更执着的信心。 量子论就是那么的奇妙, 它听上去是如此的匪夷所思, 甚至疯狂到不可理喻, 有很多的观点至今都还在争论, 但是它切切实实地改变了我们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也改变着我们所处的世界。